更生人朱国父年少时逞兄都很幼贩毒 入狱服刑14年 期间家人也相继去世了他顿失晶圆 为了养活自己报名参加太原济训所的沙画班 一路学习创作出狱到现在成为了沙画大师 27号在台东生活美学馆他展出22幅的作品 栩栩如生令人惊愿 浓浓烟宵中捕捉下炮炸喊丹爷的震撼瞬间 这幅远看似照近看似画的作品 是名为炸喊丹的沙画 出自更生人沙画师朱国父之手 耗时半年才完成 栩栩如生的程度令人惊叹 我远远看的时候我认为它是摄影 可是我靠近看它确实是有好像沙子融化的那种 那种开始但是还有细的颗粒在 所以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我们做画都是用汤匙 汤匙放那个沙子又不能转弯 所以说你要很柔和 所以说你要放弯的时候 你要靠你的臂力让它 倾斜你那个画作的角度 才能让它转弯 画中的每一池都是刚柔并激的展现 不说可能很难想象 朱国父年少时期 逞胸斗狠又贩毒 也因此入狱服刑长达14年 期间家人相继离世 为了谋生他开始学习沙画 天分加上努力 第一幅作品就卖出了4500元的好价钱 出狱后不但开了工作室 也承接寓所外聘的沙画老师工作 27号洗手学员在台东生活美学馆办理展览 展出22幅精致沙画 我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因为我的上课去教他们 让外面认识说他们在里面的画作其实也不比我差 背景的颜色是那个蛮设系的 就做起来很符合这个建筑画骨灼的心 朱国富从更生人蜕变成为沙画大师 三年前的首场各展也是在台东生活美学馆举办 如今他不只展现自己的才华 更希望借此鼓舞深进在铁窗中的受情人 透过艺术创作展望未来 近期下集会台东生活报道